祝你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那创世纪第二章呢 第十五节说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那么礼拜一要上班就头痛 这是在斯多德啊 这个英国人可能有这个习惯 对我来讲不是这样的 上班是理所当干 高高兴兴的日子 在家里待着休息是高兴 上班也照样高兴 不一样的时候 所以我们有时候默默地说 这是人之常情 然而呢 经历了礼拜天休息和崇拜 敬拜以后 我们应该欣然盼 期盼新的工作周才是 我们应该像马可格林 一部名著的书那样所说的 感谢神 我又到了礼拜一 所以我们需要 是需要正确的基督教工作观 太多基督徒 把工作视为无可避免的苦差 这个可能是斯多德博士的理解 我不这么理解 我们基督徒其实应该是更爱工作 更爱劳动 不过是胃口奔驰 然而 其实我们应该想象 亚当像农夫 每一天都是兴致勃勃地 在伊甸园里干活 神把他所造的人 安置在他所栽培的园子里 颁布修理看守的吩咐 神就是这样刻意地 辅救亚当 让亚当有机会与神合作 神绝对可以以一手报万一切的事 毕竟那园子里面的一切 本是神所在中的 要继续管理 当然不成问题 只是神选择了 不要自己做 我很喜欢 那个园丁与传教士的故事 园丁带教士参观 参观着花园 边植被的花坛 叫宣教士看见万花度焰 不禁高声赞叹神 园丁一脸不高兴 因为得不到半句赞赏 你该先看看 园丁抱怨说 这花园完全有神 自己料理师的那样子 园丁的神学院完全正确 没有人料理 园子会一片荒凉 我们需要清楚认识 自然与文化的区别 自然是神赐给我们的 文化是我们耕与自然的结果 自然是原料 文化是可以推出市场的制成品 自然是神的创造 文化是人的培养 神邀请我们去分担他的工作 事实上 如果看工作与神搭配 工作就变成一种猪容了 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的好 神造了万物以后 按照自己的形象 造了人 造了人以后 他又造了一个伊甸园 然后让这个亚当夏娃 住在这个园子里 那么住在这个园子里以后 就给亚当夏娃 让他们去工作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涉及到了以后 我们做人要不要好好的工作 还是说就这种甘愿的享受 就是享受 那其实我自己认为 就是说工作当中有很多乐趣 工作当中很有意义 如果我们只是享受 不去工作 不去创造 那么大脑也会突费的 那么四肢也会不发达的 所以工作是个必须 工作是一个体现自己 意义人生价值的一个过程 人生的价值在于荣耀神 在于通过努力工作 创造财富 创造精神财富 来荣耀神的名 所以耶稣也特别说 你们是光是眼 那么这个光是眼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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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乐的工作 而且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去做 还有呢 在工作的时候和神搭配 和别人搭配 夫妻之间要好好搭配 一个太太在家里做的工作 先生在外面多做的工作 然后呢 有的家里呢 反正呢 太太在外面多工作 那家里先生多做一点 对不对 好不好 OK 所以呢 要好好的工作 这是神喜乐的事情 好不好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工作中 得到喜乐 得到平安 是不是 好不好 那么对 好 谢谢大家